大雅是第一个跳出来 他是当时的黑社会美美 我觉得这是很勇敢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荒谬的是什么 黑人反过去告他 你让一个被害人突然变成我被告 从他的描述里面 他又讲到说 有拿什么化妆师啊那些角色 如果在这些人的佐证 其他人的佐证 可以去反击黑人所讲的不实 我没有虚构 那陈建祖就是败损 像那个黑人 陈建祖的这个事件 这也很大条啊 哇 死不认错 还说要告对方 对不对 那也有像什么 朱学恒啊 本来那个 那个给那个钟慧君啊 钟小姐 给他那个很朱鸽 要给他抢吻干嘛的 然后尤其那个什么 道歉声明啊 现在然后又那个 又乱七八糟 又用一些他自以为很厉害的 什么法律的手段啊 想要来规避舆论的这个这个 这个踏伐啊 那还有当然最重要就是 最严重最严重就是那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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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呢 哇 那听说现在有很多人啊 都跳出来啊 想要对他起起的那个 那个提出告诉 我还是想要让大家有一个法律的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黄帝颖啊 我想 我很好奇耶 如果我们再说no no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之前其实有一个案例是可循的 就是秦伟 对不对 秦伟他的爸爸是一个警察嘛 那秦伟我以前见过他几次面 那结果呢 也是爆出了这个性侵 那帝颖 秦伟这个案件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来龙去脉啊 当时是有具体的被害人出来指控啊 所以他被定罪 其实在法院对于性犯罪能够被定罪 他非常重要的就是 这被害人的指数啦 就是说被害的过程里面能够建构 那建构因为性骚扰也好 性侵害的犯罪 他会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他很隐秘 他有时候就只有两个人 所以有两个人代表说可能没有其他的 共见共闻的情况 所以他要去建构那一个证据 相对来讲是叫困难 那秦伟的例子是因为他里面有几个被害人 他的被害人他除了指数描述之外 他可能有相关的佐证 譬如说我们现在法院很常用 或者检察官他也会先去看说 你有没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就医啦 那你有没有对于你被害之后告诉了其他人 他很多人他不会第一时间报警 是因为这个应该这样 比如说在被害的心理上面来讲 性犯罪里面他认为说 这件事情有种羞愧感啊等等 他这种犯罪很特殊 那所以他很容易被 因为当没有当下去保全证据 而后面变得很难去追究 那秦伟的例子是可能相关的被害人 他后来跳出来 那他也有相关的佐证 才能让他定罪 因为他这个涉及性侵害 才进去服刑 所以秦伟的例子其实是 很寒 因为当时还没有me too运动 me too运动 我认为之所以会变成一个运动 是因为我刚才讲说他的特殊性 被害人他可能不愿意再次去主张 或者是他知道要主张 但是他要主张的过程里面 咨询律师 律师会问他如何重建那个证据 那他会认为说 那我到法庭去 如果证据不足 我不就恶度伤害 所以如果很多法律的途径 难以去实践伸张正义的时候 这些被害人 他才会变成一个 大家因为这个途径 难以突破 难以去追究这些人的 加害者的责任 难以去伸张正义 他才变成一个社会运动 很多人出来 跳出来描述 他当时可能来不及保全证据 他当时可能证据上面的情况是不足的 但是他愿意勇敢出来 讲说当时他被害的过程 把它具体讲出来 刚刚特别大哥讲到 像陈建州的这个例子 黑人的这个例子 这个大雅是第一个跳出来 他是当时的黑社会美美 我觉得这是勇敢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被害人 他把过去多年的心理的伤痛 勇敢的描述出来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荒谬的是什么 黑人反过去告他 他告完大雅之后 隔天又一个被害人跳出来 当时也一样黑人把他 到他家的床上如何如何 就是描述一样的过程 所以女星的愿意跳出来勇敢去描述 我认为就是一个 在蜜兔运动里面 算是勇敢正面的一方 但是黑人的一个案子 我要这样子 我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现在反过来 黑人陈建州去告大雅 未来在法院的审理 有一个法律见解叫做 如果是一个真实事实的描述 是一个被害人的一个历程的描述 他是不会构成妨碍名誉的 所以他只要能够去建构 让法官确信说 这个被害的过程 这个大雅被 这个陈建州性骚扰的这个过程 他能够取信于法官说 我这个描述是 确实的 我没有完全 我没有虚构 那陈建州就是败述 我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是说 我看很多妇女团体 那个运动团体 跳出来伸援大雅 我看大哥也伸援 非常生气 很生气 我认为这就是仗义直言的 社会上一直言是说 你让一个被害人 突然变成我被告 被害人变被告 这是多 我觉得不只是二次伤害 是毫无正义可言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大雅的这个案子来看 因为他当时有描 从他的描述里面 他有讲到说 有拿什么化妆师啊 那些角色 如果在这些人的佐证 其他人的佐证 可以去反击黑人 所讲的不实 因为他有相关的激政 当然只有到房间里面去 只剩两个人 这个就是看法官相信谁讲的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佐证 这些相关的佐证 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的 这种性骚扰或性侵犯罪里面 相对重要的 这个相对佐证的证据 叫间接证据 他不是直接的 直接的 比较明确的是像李中瑞 李中瑞是什么 因为他把他加害人的过程 他不知道他特殊的批号 他把他自己都录起来 所以他录起来 检察官要起诉 要法官要定罪就很快 为什么 他把犯罪的过程 有点像监视录影器 他是把他自己录起来 他对于女性的这个加害的行为 他把他录下来 所以他的证据就更加明确 可是一般的性犯罪里面 他不会像有这种特殊癖号 把他录起来 不是每一件都有 那这样的话 他要还原那一个事实的结构里面 就会 举证上面就会相对有比较难度 所以刚才大哥讲到NoNo的例子 NoNo这个小红老师 一开始20个 好像20几个 好多的被害人 但是他的关键在什么 被害人会不会被检察官找到 传来法院去做 传来地检署去作证 这是现在面对 要不要能不能到达起诉门槛 如果小红老师所整理那个表格 哇人那么多 然后每个都有犯罪情结 那他 他整理的表格 他其实法律上面 他没办法使 就只能参考 他没办法当作证据使用 因为他整理的表格是 他听人家讲 那这传闻证据 在法律上面是没办法用 他还是要把这些被害人找来 检察官要去把他们找来 所以小红老师的 如果北检找他去 其他非常重要的就是 帮忙这些被害人 去重建 去重建那一个犯罪的过程 然后让检察官能够找到被害人 被害人 他其实某某程度也是证人 就是说我今天被害人 然后我要去证述这个过程 因为这种性犯罪 我讲了 他都是具有隐秘性的 他可能大家都没看到 就只有被害人自己知道 所以他要能够去作证 把事实描述清楚 而描述清楚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 我说相关的佐证是说 他是不是被害完之后 有告诉 譬如说家人 或者是自侵 对对对 就是这些相关的朋友 有些闺蜜 然后这些闺蜜 很常见的是说 在没有监视摄影机 或者是没有相关录影的情况之下 他被害完之后 他有告诉他的好朋友 他好朋友可能会被传 这是相对间接的 一般的刑事案件的办法 不会用这种间接的方式 但是因为 性犯罪 他的特殊性 所以可能还会再问 当时发生事发之后 有没有告诉其他人 有没有相关的就医记录等等 用来间接去佐证 这件事实是否存在 所以 NONO这个案子 要看小红老师 能不能找到 这个帮忙检察官 去找到被害人 让被害人把事实描述清楚 那才能可能把这个加害者 也就是NONO这个案子 有可能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如果说他列了很多表格 一个被害人都没出来 一个都找不到 那这个案子就大概检察官 也难以办下去 就没办法了 就没办法 因为没有被害人 没有人去指诉 但是只要有一个两个 像秦伟的案子 他其实 当时指控好像也是很多人 但是真的有一两个 其实那个罪责就很重 因为强制性交的犯罪 他其实在目前的刑法上面 他的这个强制性交 他三年到十年徒刑 哇那很重 很重 强制性交的案子 三年到十年 就低消是三年 进去就十年 那如果说 以这个小红老师 整理的那个表格 说还有未成年人 是被害人 哇那更重啊 他叫做 加重强制性交罪 在这个规定上面 是七年以上 低消七年 低消七年 所以如果当被害人出来 是他案发当时 是未成年人 他能够去具体描述 他被害的过程 那这一个过程 有相关的佐证的时候 检察官起诉 那个刑责就更加的重 会比情委的情结还要严重 那那个电影 想请教你 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改成 那个一罪一罚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譬如说 最后就是三十个人 好 那有 例如说 有六个人愿意出来 这一期就对了 而且会出来的 他一定也是自己 比较有把握 然后真的都被欺负了 都点点 就一直这几年 一直放在心里 可能你真的要找人传唤 但你也找不到 对吧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不贏 我不想在第二次受伤 对吧 而且你看那个法院传唤我 爸爸妈妈在说 你买到哪里 对吧 或者说 你要跟公司请假 你买到哪里 对不对 那可能 所以我为什么说 性犯罪的案子 他在矩阵上哪里突破 所以常会见到说 有一些被害人 他不愿意再去 是因为他 他在回忆这个过程 对他来讲就是伤害 他就觉得非常痛苦 那如果说案子在被 判败 就是不成立 对他来讲就是更大的打击 对真的 但是我要这样子说 任何人被伤害了 其实勇敢争取自己的权利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说 避免有一个下一个受害人 我看这次me too运动 很多这个女性的 女性跳出来 不论女性或男性 都愿意跳出来 他其实很重要的概念是说 我受害了 我不希望有下一个人 是被害了 真的 所以我举 刚才讲到许杰辉的例子 这个第一个跳出来的 这个黄姓的这个女性 他出来讲 他出来讲 他其实他也不是说 他要他道歉 他也没有要他退出演艺圈 我看他 我也有看了他全文 他说我没有要他道歉 我没有要他退出演艺 就没有要追究他的责任 我只是不希望 还有下一个人 会一样受害 因为许杰辉他有在教表演的 这个相关课程 他不希望有下一个受害 那然后后来陆陆续续 有别人跳出来 我认为他们的概念都不见得是说 我现在就要判他行 我要把他抓去关 我只是希望不要有人 因为他明星嘛 有名人 所以名人他很容易让人家觉得 哇名人 然后跟你接触的时候 就觉得哇很不容易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人会可能崇拜 或者是我明信这个是名人 而因此更靠近之后受害 他只是把他揭发出来说 不希望下一个人再受害 所以许杰辉的例子是这样 我想大雅在这里面 他的时间 时间点大概非常长 他也都在十年以上的 如果以性骚扰犯罪 我说如果是性骚扰 他去触摸 这个性骚扰的犯罪 他是告诉乃论 半年就没了 半年媒体告诉就没了 所以那种十年以上的案子 要告性骚扰都有一定的 就已经照过时效了 检察官也不会喘 那为什么他要把他公诸于世 他就是不希望有其他的人 再次被害 而且他们一直讲说 这种例子是 我看后来有心理学家在分析 他说这种是 你现在可能觉得 时间过很长了 淡忘这件事情 他不再痛苦了 但是午夜梦回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突然想到 我被欺负过 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 还是会难过的 所以我认为 他们会勇敢站出来 好有程度是 一方面 我不希望我以后在 这件事情 好像我就让他掩盖下去了 让他失成大海 我要让他公诸于世 第二个是 我要提醒所有人 你跟他接触 你要小心 这个人 他不是外面的那种 光鲜亮丽 不是你觉得说 这个是名人 所以我很相信他 不是这样的 他们有私底下的那一面 而私底下那一面 是让人家受害 不好意思打扰了 暑假到了 想帮小孩补英文吗 不见你这支 486翻译品 极少极翻 还能离线翻译 自动辨识 中英日韩四国语言 注意关联卖的都是水货 只有486团购 才是繁体中文的正版 精彩节目 请继续收看 黑人跟他的太太范范 这一对夫妻 他很多事情 是可接受 社会来公平来议论的 他们也是 很正义的一个人 例如说黑人 大家知道 他以前有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乐福的 什么什么 T恤义卖 对不对 然后一件衣服 卖四五百块钱 而且你还打着 什么义卖的这个东西 就后来变成踢爆 也没有帐幕 也没有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的 那是其实大家 就已经 真的已经 原谅他一次了 然后再加上 大牙的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很生气 很生气 而且nonon也是啊 就完全都不敢出来了 老实讲 我觉得nonon 他真的怕死了 他真的怕了 他真的怕到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了 那当然 那个nonon的整个事件呢 我也想说 请社会所有的朋友 大家持续的去关注他 那这个东西 它的意义 它最大意义 他不是在说 这些人神之以法 当然神之以法 大家会觉得爽 你做错事 你本来就是要做 你本来就是要负一些责任 我觉得天经地义 这是法律的一个概念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它这个最重要 我们今天这一集 我们不是说 我们来嘲笑情味 我们不是在讲什么 李宗瑞安娜 黑人安娜 或者nonon 不是在讲这些人 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啊 我们要去尊重 每一个人他的身体 大家尊重每一个人的意志 你不要以为说 你有点权 然后你有点名声 有点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去那个什么 毛手毛脚 手来脚来 或者言语上面那个东西 所以nonon 我们话又讲回来 定 那nonon如果说 真的今天就五六个人 出来执政 那比如说有两三个人 真的是检察官 法官真的缺刑 有判刑 所以他就会一罪一罚 没错 一罪一罚不是用人头去算的 但人是最基本的 就是说这个人 他可能对同一人 加害好几行为 现在一罪一罚概念是说 我对同一人加害两次 加害三次 这样算两三次 就算三次行为 所以人是最基本是说 我说最基本是说 假设他有二十个被害人 就是说小红老师整理的那种 二十个三十个 他就每一个人 他都可能是至少是一行为 对啊 他是被害人是一行为 他都是每一次一罪一罚 每一次的加害行为 都会罚一次 所以这里面的被害人 只要跳出来 有去讲 至少都会有一次 所以对于 NONO这个案子来看 我觉得值得观察是说 后面这些被害人 能不能真的 真的被检察官找到 然后他愿意 再次去面对 但我要讲 我要再强调是说 对于被害人而言 他任何选择 我们都尊重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认为说 我现在已经有另外的生活了 我已经 真的要忘记那个过去 我觉得要尊重 为什么 他重新再去 揭开当时他被害的过程 那个是痛苦的 所以我认为 这是会 必须要尊重被害人的决定 他要不要站出来 那我只是说 作为一个律师 我们都会认为说 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就可以去主张 而且要追究加害人的责任 追究加害人的责任 另外一方面 是避免他再加害别人 那这个是我们 当然是这样的期待 但是被害人 他最终的决定 我们都绝对予以尊重 为什么 他才是感受最深刻的人 尤其这些名人的案件里面 他为什么被害人压力会更大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是 他不是名人的 社会不会给他压力 社会不会去追他 媒体不会整天在那边报 报这个事情 不会在那边 要开庭人 在外面堵人 性犯罪的案子 他是不公开审理的 所以不会有记者坐在后面 侦察庭本来也不再崩开 但是如果因为看到这一个 加害人来开庭 因为他是名人 记者可能就在外面徘徊 那记者在外面徘徊 对于被害人要来开庭 他就会有产生一定的压力 我会不会被督到 我会不会因此曝光 那所以 我就绝对尊重被害人 在这边的想法 但是我们现在的法庭设计 我要再讲是说 这个是不会让你被曝光的 就是各自是保障的 他不会说被害人是谁 而且被害人他都还 我说他不公开审理 记者是不会知道的 外面他记者也不会直接去督 也不能直接去督 每一个人不认识的人说 你是不是性犯罪的被害人等等 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法律也不允许 真的喔 法警一定会自治 但是现场一定不会允许 这样的骚乱 所以有些人会担心 因为我接触到一些案件的 相关的描述 那我知道说有些人会这样担心 所以我在这边再讲一次 说我们现在的法院的设计 地检署的设计 对于被害人的保护 他的各自是保障的 他的进去之后是变成代号的 名字不会变成直接 那个 他会变成一个代号 例如我就486 对对对 他讲这个就谁要握啊 你是可得特定 他会给一个那个代号 他是相对保护 我们被害人的 就现阶段是对被害人 保护完善 而且是 尤其是性犯罪的这种保障 是主的 所以这是给我们 我应该是说 如果有要主张法律权利的 可以去参考 说现阶段是这样的保护 不会让你曝光的情况 我说法律设计上面 是不会让你被曝光的 这样的被害人 如果他最终决定 我要采取法律行动 他是可以这样子思考的 如果他最终决定说 我还是不希望再去回忆 我还是高度尊重 我试试试试试试看 试试试试 知道实际 试试试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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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Uma。 试试试试试试 一试试 nicht 试试试ателей 雅